大家好,欢迎收看使用安格拉GIS开发Web App 这一课我们学习解析表达式 首先我们要介绍表达式的应用 使用表达式绑定下达菜单 这个是我们最后去做 首先我们介绍表达式在安格拉GIS应用中被广泛使用 因此深入理解安格拉GIS使用 如何使用并计算表达式是非常重要的 前面我们见过就是在第一课的时候 就使用过数据表达式的时候 我们然后就用那个扣号这种方式 这其实就是一种表达式 好,我们接下来是看一个表达式的应用 使用表达式绑定下达菜单 其实严格来说是通过指令 好,我们来看一下上节课 为什么那个地方不能点 我当时没有解释 这非常抱歉 是因为我们之前的那一个老毛病 然后这个地方是没有加 你看这种效果我们重现一下 上节课的效果就是它点击不能出现 不能出现是吧 然后就是因为我们没引用这个东西 因为没有指令 然后你看我们这节课我们来把上堂课 那个问题不能解决的 是不是 你看 好,这就是上节课的问题 好,接下来我们来新建 一个Ctrl 我们把这个都先关了 关闭所有文档 我们新建一个Ctrl 分机APP 这就是课 第7 好 好,我们新建一个试图 我们这一课的主要内容就是写一个 那个下单菜单 好 我们要防止历史重演 我们先进入一个 JavaScript APP 好 这个东西 切记啊 一定要应用啊 好 我们来把Angla.js 也应用进去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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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我们写代码 首先 这个地方 我们还是ng-app 等于 生命 然后 我们 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是叫做Dio 好,这个地方也给它声明了 其实我们这个地方先写一个select 先放着,好,我们来接下来写 先给它订一个APP 好,这个地方是 我们刚才的名字叫做 MyApp 好,我们APP control 然后这个地方写的是 Dio control 好,然后写一个function 最容易 scope 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 很好,不错 然后我们这个方法写好了 然后 scope off 点 class list 对 我们 我们声明一个数据 这个地方 我们相当于 类似模仿一个 json 数据 数据 小学 小学 一年级 最近有个电视剧 不是,忽兰的一个综艺节目 叫一年级 一年级 成熟巧合 等它一个FD 好 这就像 我们来复一下 我们可以键很多个 好 键四个 二年级 二年级 三年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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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我们这个阶层的格式 这个数据的格式写好了 我们现在通过 数据绑定和指令 然后 将这个 slack里面 给它一个值 id 等于class name 等于class 这里方写的是 data ng model 我们的地方是class 我们先看一下 这个地方的 data -ng g g-operation Operation c等于id 就是一个相当于循环 就是相当于便利 name name for in c in 这是它的语越法 我们然后把这个绑定上去 好 然后我们来运行一下 看一下 把数据展示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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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到没 我们通过这一堂课 学习了 这个数据 表达室 绑定了一个课程 好 感谢收看本次教程 谢谢